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新闻特报 进入农历七月 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凶宅 在鬼月的看房率更是趋近于零 不过台湾有五大恐怖凶宅 美国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第一个被称为台北第一凶宅的景星大楼 四十年来就夺走了三十条人命 为了防止有人再次亲生 今年更是特地加装了门禁设置 另外台北的新宁国宅 也因为发生过三十几起命案 有猛鬼公寓称号 包含彰化的红若潭豪宅 桃园的刘邦有关底 以及花莲的无子惨案透天 都是因为发生过汉人命案 灵异传闻不断 那最近就有一名谢小姐 因为分享自己五年前当房仲 带看凶宅的故事 在网路上意外爆红 首先要分享的是一间空中芭蕾 透天凶宅 那前屋主是因为儿子赌博欠债 他受不了被讨债的压力 在主卧室亲身 当时还在墙上写下 都是你们逼我的这句话 而房仲谢小姐就遇到了一位 非常奇葩的客户大姐 跟她约晚上八点才要来看房 还在现场神经大条的问说 就是在这个位置过世的吗 那整个看房过程呢 其实都让人毛骨悚然 后来看完房子 准备离开的时候 厨房的门突然 蹦很大力的被关上 谢小姐还听到有人用台语 对她说不要再来了 回家后她就梦到一位五十岁的男子 抓着她狠狠骂了一顿 醒来后被抓的地方呢 也出现了手印 她更是高烧三四天 要去拜拜收金 而看房的大姐呢 也出车祸 差一点头就被压在车子底下 没想到大姐还是很想要买下房子 来改造成移工宿舍 于是要求再带她的老公 再去看一次房子 而这次呢 一样发生了厕所灯疯狂闪烁 那厨房呢 还有厕所门 有更大力的关上的事件 而且大姐的老公还在现场 口无遮拦的说 不会把大白天出现 我老婆没骗我 这里真的有鬼 可怕的是要离开之前 谢小姐在厕所镜子上 看到一张生气的人脸 回家后她当然又是发高烧 要找师傅处理 而这位大哥的腿呢 也因此出车祸撞断 本来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这对探险活保夫妻 不死心 坚持要买低价的凶宅 这是谢小姐带他们看的是一间 BBQ式古屋 一样进入后 谢小姐就出现了 头晕不适的症状 还在梳妆台上的芭蕾舞音乐盒上 看到干掉的写字 而同行的一位阴阳眼师兄 也表示鬼魂还在现场 最恐怖的是 所有人都听到浴室传出 很悲伤的女生哭声 那最后她当然是吓到 放弃卖这间房子 而房子经过法事处理后 经过多年到现在 依然没有被卖掉 后来谢小姐又在网路上 分享了一个出租屋 凶宅的故事 屋主是提供了两周免费试住 而且房租一个月只收 两千块相当便宜 让一位李小姐非常心动 因为她替前夫担保 被淘债集团追讨 所以她说自己的经济状况 是比住在这种房子还要可怕 不过当然也遇上了一些灵异事件 那房客是因为不敌债务压力 在前夫家亲身 一系列的故事 让网友就像在看连载的鬼故事 说光看文字画面就出现了 怪恐怖可是又超爱看 还不断敲碗要求续集 虽然说是民俗观点 大家不要迷信 不过一样要提醒大家 珍惜生命 而不过明明凶宅就很可怕 为什么还是有人敢买 因为在高房价的时代 发生过严重事故的房子 最多可以用六折到七折买下 而小事故是可以打八折 豪宅可以便宜一个一百多万左右 低总价尤其在精华地段 因为看准出租后投报率高 因此成为投资客还有房东的最爱 很常被改造成办公室店面 或是移工宿舍 但缺点是买家要评估 凶宅可能不好贷款 而且转手难度也会比较高 资深房仲陈泰元也说 他们对接手卖凶宅 也是相当谨慎的 像是晚上鬼月 是非常忌讳带看房子的 通常房仲也不会进屋 会让客户自己进去看 携带随身服 护身服或是粗盐 随身携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离开之后不直接回家 去庙里拜拜或人多的地方走走 毕竟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但一般人怕买到凶宅 要怎么办 基本上如果是事故屋 屋主一定要诚实告知 不然会有刑事或是民事的责任 民众也可以透过凶宅网站 实价登陆来查询 买房之前最好自己也多多去问一下 管理员或是附近邻居 就可以避免买到凶宅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特报 感谢您的收看 把时间交换捧内